加拿大本拿比市政府每一年都在 爱德蒙收容最多难民家庭的社区 举办儿童园游会 刺激志工第十二年受邀参加 今年除了设计小朋友的游戏 也分享环保理念 因为是儿童园游会 所以摊位主题 让小朋友们游戏也让他们学习 本拿比市政府每年都会在爱德蒙 这个最多难民家庭的社区举办活动 慈激志工更是第十二年受邀参加 由于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环保 年年大受欢迎 慈激志工化身素人模特儿 站上舞台 用心展示环保纺织品 让民众对于资源再致 大开眼界 来 新闻之上美之工 许慧珍 王上雄将来大报道